你可千万别走啊 如兰姐 如兰 是啊 如兰姐 你可千万别丢下我父管啊 是啊 是啊 就是啊 如兰姐 我就别走啊 不能走啊 我知道我这一走 云稷般就会陷入困境 这样好了 等我进了徐家 我让维修给你一大笔银子 一笔银子 就想让我放人 没那么便宜 三姑 如兰让文修给您一笔银子 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你就接受了吧 就是啊 就是啊 万一他要反悔了 上京去跟老佛爷告你一桩 你可就惨了 没你事 三姑 咱们十几年的相处 师徒一场 不要闹得不欢而散 好吗 行 不过口书无凭 你先写个一千两银子的字句 我就答应你 什么 一千两 一千两 老佛爷 你就 throw你 一千两 小劲 赞 这是阿姨 不肯大 你不肯大 这是电梯子的 你这一辈子终军护主 赐爱为家 而这次却惨死在 乱党的手里 不过你保信 官府已经四处追查 相信用不了多久 乱党就会被绳之以法 以告为你在天之灵 相信用不了多久 二爷 我们徐家人定淡薄 两方就文秀一个人 在这儿 我让他们给你行孝子 孝习之礼 如果你地下有志 应该含孝答应吧 徐家的事业 我会好好经营督导 另外荆秋的事情 我会按照你的嘱咐 去办 你就好好安息吧 二叔 您生前认了病闻做义子 您说过 要我们一起为咱们徐家奋斗 请保佑我们 温修啊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再说这些 让我们不认你 我 快 贵 你就 好 好 贵 是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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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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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叹气 是不是为了秉文的事 秉文是个有骨气的人 他不会在乎 娘跟二婶不接纳他的 可是我在乎 二叔跟我出发的那一天 秉文来送信 二叔握着我跟他的手 要我们兄弟俩 互相合作 彼此扶持 好好地发展许家的事业 可是现在 俊风 我如果现在 起秉文鱼不顾 我真的觉得我对不起二叔 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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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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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你怎么了 你可来了 并问她 她 并问她怎么了 她从前些日子回来以后 就整天茶不思饭不响的 像掉了活似的 我都快给急死了 那她人呢 在屋里那 自个儿锁着 从昨天到现在 一粒饭也没下毒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姥姥 您别担心 我去劝劝她 您先休息 梅香 扶姥姥进屋去 来 姥姥 梁炳雯 梁炳雯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让我进去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可是二叔不是夸奖过你吗 他说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既然是有志气 你就不应该让姥姥担心 让二叔失望啊 你想 二叔要是看见你 现在这个样子 他能够不心疼吗 并闻 许家众师亲人 每个人难免心情不好 纵使有千差万错 你也该体谅他们才对呀 再说 你自己说过的 男儿志在四方 你不可以为了这件事情 你就自暴自弃 难道你都忘了吗 秉文 你开门让我进去好不好 秉文 我知道你恨徐家的人 可我是田局方 我是你的老同学 你的铁哥们 难道连我 你也不肯见一面吗 秉文 秉文 开门哪 你不肯见义 你要是你的肯定 我不是想 queremos 你不是想着 你不是想着 君方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原来 原来二叔是你真正的二叔 原来你是我公公的孩子 原来是 你是文秀的亲兄弟 我明白了 娘嘴里说的那个细字 她就是你娘 碧文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 要不是我今儿个亲眼看到 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爹我娘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个孤儿 许家对我来说只是一场噩梦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人 可是二叔他对你好啊 还有文秀 我知道二叔对我好 许家上下 我只认他一个人 可二叔爷走了 二叔爷扔下我走了 二叔爷扔下我走了 你应该回许家去认祖归宗的 走跟我回去 我不跟你回去 我不是许家的少爷 我也不屑走进许家一步 我不稀罕认祖归宗 我不稀罕 秉文 你不要再说了 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 就不要再啰嗦这件事了 可是 可是 你今后怎么办呢 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 闯一番事业 我要让二叔 以我为荣 我要让他知道 他没有看错我 二叔 我一定会让你知道 你没看错人 你没看错人 你不来 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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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去了 怎么一下子我都没见到你的人影 我跟梅香去看丙文了 你去看她 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去的 丙文怎么样 她还好吧 她 怎么不说话呢 丙文到底怎么了 她很好 没事 很好 菊芳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没有啊 我怎么会有事情瞒着你呢 究竟怎么了 瞧你吞吞吐吐的 少爷 少爷 夫人请您到书房去一趟 就来 去房 快去吧 有话回来再说 去吧 举方 去吧 去吧 二叔 您放心 有我跟文秋在 不会让丙文受到半点委屈的 您在天之礼 安息吧 您在天之礼 安息吧 客户比以前多了几家 订单也比以前多多了 大姐 有我在 这生意上的事情 您大可放心 全权交给我负责 我一定帮您办的 妥妥当当的 让您高枕无忧 稳如泰山 你也算是个生意上的人才 堪称能手 可是这生意上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再说 你是个外星人 所以我打算让文修收收心 好好磨练磨练 再过些日子 就把我们徐家的全部产业 全权地交给他 大姐 徐家的产业交给文修 他能行吗 只要他肯努力 就凭他的聪明才智 假一时 他能撑起这个价 我老了 二爷又走了 我们徐家的将来 就得靠他一个人撑着 老师 你是他的舅舅 今后对好好协助他 知道了吗 是 是 我知道 二爷在世的时候 虽然他常年都在宫里 可是我觉得心里踏实 现在他这么一走 我觉得就像少了条胳膊似的 有事都没跟人商量 大姐 二爷走了还有我吗 有什么事 你尽管可以和我商量吗 你又不信徐 家里的事情跟你商量得着吗 那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的亲弟弟啊 难道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信任不过吗 我不是信不过你 但徐家有徐家的规矩 现在绸妆布店都交给你来经营 那家里大小的事情 包括我们事业上的大忌 还得由我们自己人说了算 是 是 大姐说的是 这些事情外人是帮不上忙的 娘 文秀 文秀 来 来看看这些账本和订单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就问你舅舅 从今天起 你要多到绸缎庄去看看 要多了解一下我们做生意的情形 还有 要让菊芳多帮衬着一点 以后 我们徐家就要靠你们俩夫妇了 屁 什么东西 我替你们徐家流血流汗做牛做马 你治个屁啊 屁 屁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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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别叫了 是我呀 老师 看清楚了 我是老师 谁呀 你的眼睛怎么了 不是那个短命鬼吗 你说 他双脚一蹬走了 走着走了嘛 他居然每天晚上都抱过来找我 他他他 他真的挺天回来啊 哎 一天晚上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趟 我呢 一天也睡不到两个时辰 再把自己搞成这个德行啊 二奶奶 时候不走了 我先走了啊 哎 喂 哎呦 唉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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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鬼似的 别说那个字心 你发毛 老师 我跟你说 二爷刚死你拉着我 他会看到的 看你吓的 胆子这么小 你当初招惹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二爷 怎么怕他看见 别大声嚷嚷 小心让人听到 我找你有正事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老师 我给等不及了 我要你陪我到梁北文那去 把二爷给他的房契银子全要回来 梁北文 你出来 你给我滚出来 你找鼎文有什么事啊 我是他姥姥 你是 原来你就是梁北文的姥姥啊 果然是家徒四壁啊 这怪不得我们二爷要同行你 可怜你了 那是因为我们二爷菩萨经常 耳朵根字软 我可不是 听你这话 你是徐家二奶奶 二奶奶好啊 您请坐 去把梁北文交来 真不巧啊二奶奶 病文不在家 他出去办事了 好啊 他不在 那更好 给我搜 这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 这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 继续去 你们别找啊 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啊 去 这儿没有东西啊 二奶奶 还给我 哪里还有呢 还给我 这是二爷给咱们禀文的 这是二爷给禀文的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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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这名字怎么换了呀 二爷给禀文的时候 就已经换过了 可 他已经穿户了 二奶奶 求求你 这些东西是二爷诚心诚意给禀文的呀 闭嘴 口口声声喊二爷 二爷也是你们那些吓人喊的吗 二奶奶 求求你呀 求求你了 别管他了 我们走吧 你别拉我 要出人命啊 你拉点东西 走吧 他死不了了 走吧 给你老太太 快 并文 走吧 快走吧 猴老师 Answer 来 姥姥 你慢点 姥姥 慢点啊 姥姥 疼不疼啊 没事 这许家人太可恶了 简直是畜生 我找他们理论去 别去找他们 因为姥姥没事 你看 这地气还在 就是银子让他们给抢了去了 姥姥 这钱 钱被抢去了 我还能赚 您身子可是要紧的 来 您 仙夫 我去帮您找个大夫啊 别去了 姥姥的伤不碍事啊 擦点药就好了 姥姥 您都伤成这样了 还说没事呢 如果万一真的有了什么事 那我可怎么办呢 傻孩子 你这是什么话呀 放心 姥姥会长命百岁 看你出人头地的 姥姥 小六子 如瓶 好 来 歇会儿 别干了 好 喝点水 如瓶 喝点水啊 我好久没喝到这么甘甜的水了 竹兰姐 您这儿的水啊可真是好喝 我这水又没加糖 怎么就好喝了呢 就是啊 拍马屁啊 也不是你这种拍法 你呀 多学着点吧 嗯 我还学呢我 三姑说我都快成精了 学起那还了得 那不成妖怪了嘛 六子 啊 待会儿你到集市场逛逛 帮我买些笔墨纸燕回来 好嘞 然后再买一些作画的颜料 哦 还有 再到书市场逛逛 看看织锦方面的书籍 行 没问题 你又要文房四宝 又要作画的材料 还有织锦方面的书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呀 是想趁这段时间 多看看织锦方面的书 等将来进了徐家 没准我能成为文修 最得力的助手呢 如兰 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我祝福你 一辈子都幸福 是是是 我也一样 不过如兰姐 到时候 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小六子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不过小六子 你得跟如兰姐 好好学着点 凭你的资质 将来一定能挑起大梁 算了吧 你这一走啊 咱们云基班 生意都没得做了 三姑说了 再撑不下去呀 云基班那就得关门大吉了 是我对不起三姑 如兰 你别想那么多 你不是说过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该走的总归要走 再说 你也不能为了云基班 牺牲你一辈子的幸福啊 如萍 我 真的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体谅我 文修 娘 菊芳 怎么 要出去呀 我想出去看看如兰 免得她等不心急 才几天就心急 那几天都等不及的话 她将来怎么做我们徐家的人呢 娘 咱们回来也有好些日子了 文修 一直都还没有去见过金姑娘 你就让她去吧 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是啊 娘 我很快就会回来 再快也不准去 娘 别忘了 我们这是在守丧期间 二爷故事没有多久 七七还没有做完呢 你现在就要跑到云基班去看戏子 这话要是传出去啊 那我们徐家的脸面又往哪儿搁呀 娘 能不能别再称如兰是戏子啊 不让我称她戏子 那请你告诉我 我该称她什么 说呀 我该称她什么 我该不该称她 徐家少奶奶 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 娘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只是收她做偏房的 既然是偏房 那在徐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你别处处护着她 她现在还没有进门呢 你就这么宠着她 如果她将来真的进了门 还不得爬到我头上去 如兰她不会的 最好不会 你 走啊 跟我一起到织作坊去看看 夫人 最近的 咱们接货的几笔订单呢 都是些新花样 文秀少爷前些日子 所设计出的图案呢 全都派上用场了 夫人您看 您看 就这些花样 目前是最受欢迎的 听说是江南制造厂 都拿咱们这些花样 在模仿呢 有这事 不仅如此啊 连接缝那几家小制造厂 都向咱们买去当样品 这也不是个好事啊 模仿的人一多 那我们的生意就难做了 是 文秀啊 看来你还得把心思 放在设计上 要日日出心 让别人追不上咱们 知不知道 我知道了 杨 对了 夫人 这一期的丧术重害严重 蚕丝收成大不如前 许多蚕图都反映 希望咱们能提高收购的价钱 不知道夫人您的意思如何 虎头啊 这件事情你要我说几遍 我们双方不是都谈定的吗 就以契约为准的 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去告诉他们 就说 我不答应 好 您 也没有生意可做了 他们不敢 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那还有不敢的道理啊 菊芳 徐家是我在做主啊 娘 我只希望 这件事您能够多想想 那些残农 确实也挺可怜的 你在跟谁说话呢 夫人 咱们到那边看不见 娘 娘 您找我 是 进来吧 坐 锦绣啊 去把那碗红枣莲子羹断来 是 夫人 少奶奶 这是夫人特地吩咐厨房 给您熬的红枣莲子羹 您赶紧喝了吧 娘 还是您喝吧 傻孩子 一碗红枣莲子羹 又算得了什么呢 娘是想替你补补气 何必跟娘客气 喝了吧 锦绣 嗯 怎么 还好喝吗 好喝 有香又甜的 娘老了 徐家的将来就得扛你扛着了 现在徐家人丁淡薄 这开支散叶的责任 也得扛 所以你就得好好地调养好身体 我已经告诉梅香了 每天多给你炖点补品 让你好好补补身体 你尽量多吃一点 别辜负娘的一片好意 我知道了 谢谢娘 这些日子以来 娘为了二爷的事情 也烦够了 所以难免有些心浮气躁的时候 今天白天 我在制作坊给了你难看 希望你不要介意 别往心里去 好吗 娘 您放心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你真是娘的好媳妇 温羞能娶到你 是徐家的福气 那一天 要不是你给金如兰跪下 替娘解围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那个局面呢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那个局面呢 娘 那是媳妇该做的 提到金姑娘 您打算什么时候 让文秀娶她进门啊 让她进门 还要是 还要是 二叔的后事已经办妥了 七七之期也快过了 七七之后还有百日啊 七七之后还有百日啊 我打算让文秀为二叔守三年校 那您不是明白着不让金姑娘进门吗 我没有说不让她进门哪 不过这三年时间 她要是真的能等 那就让她等 她要是等不得的话 那就让她另找人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她要是真的能等的话 我还真的佩服她的能耐 可是 三年的时间这么长 就算金姑娘她愿意等 恐怕也会对文秀多有抱怨 您这么做不是要让文秀她难做人吗 我的傻媳妇 娘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你要记住娘说的话呀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你现在就这么心软 将来她金如兰真的进了门 你不知道要吃多少苦 受多少罪呢 人与人相处贵在真城 只要我以诚相待 我相信 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是能以诚相待她 可她能以诚相待你吗 你可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 来想这件事情 懂吗 可可可可 可可可可或许相待 二爷 二爷 谁呀 谁呀 救命呀 救命呀 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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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二奶奶 救命呀 他回来了 二奶奶 你又做噩梦了 别自个儿吓自个儿了 你别在我的被子 我看见二爷两眼睛直瞪瞪瞪望着我 他就坐在床边 你别瞎说 床边哪有二爷 不 你不起来是吧 那我走了 你别走啊 你要是走了 我怎么办呀 我睡不着 我在这儿待不住啊 好好好 我不走 我陪着你行吗 不要走啊 那你 你今天晚上陪着我 二奶奶 我就在这儿陪着您 您睡吧 嗯 喂 小林 你干嘛离我这么远哪 过来 哦 快过来呀 二奶奶 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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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趴着呢 哪 你趴在这儿 我睡着了你才能睡 知道吗 嗯 你要记着 我没睡着你不得先睡啊 来 来 来 你想死啊你 我叫你不能睡觉 你为什么要睡觉啊 二奶奶饶命 二奶奶饶命 那我不睡你敢不敢睡 不要 不要 你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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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常 你好 姥姥 姥姥 禀文啊 天都快亮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姥姥 我还正想问您呢 您怎么还不睡啊 您看 您的伤还没好呢 这么熬夜 您的身子不行啊 我呀 我急着把这件衣服给你修补好 你不是要去谈生意吗 没有件像样的衣裳穿怎么行呢 二叔的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 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二叔 可是他人已经走了 你千万想开些啊 别把什么不愉快的事都往心里搁 知道吗 我知道 来 对了 你不是要去谈生意吗 你谈什么生意啊 前两天我去残学堂看我的先生 我的先生给了我一份城里洋人的商号的名单 他想让我利用洋文的特长跟洋人谈一谈 看看有没有什么外貌的生意可以做 这么说你是跟洋人做生意啊 其实呢也不全是这样 现在洋人的商号里面有很多中国的股东啊 这就好 这些洋人哪 欺负我们已经欺负过火了 跟洋人做生意 你要留神点啊 我知道了 老婆 老婆 您告诉我 您相信我能干一番大事 您相信我会有一番作为的 相信 我当然相信了 你从小就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 你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一定会让二叔感到荣耀的 老婆相信你 会有这么一天的 谢谢您 老婆 谢谢 谢谢 二爷 二爷 你别吓我行不行啊 我知道是我不对